我记得是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外景地 傍晚的时候夕阳夕下 一个年轻人独自坐在台阶上 看着渐渐落去的太阳 我这样的面容 这样的神情 在当下的年轻人当中少见了 带着几丝忧郁 他让我想起谁来 可能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印象 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 看到的一部电影叫《牛蒙》 那里面有一个亚瑟 脸很精致 有几次忧郁的眼神 但绝不张扬 用我们东北人讲话绝不嘚瑟 后来我知道这是演我儿子的演员